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程当然很艰辛的 To my surprise 因为在国外久 我听到这个WTT的名字 不是我们国人给我的 是Rockefeller他们 是这个Clinton他们跟我讲的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板人物 宣布年终是充满感恩 回首来时录的季节 因此今天我们的人物非常特别 是一手创立富邦集团的蔡万才总裁 蔡万才先生在2014年10月5号 此事享受86岁 综观他的一生 或者说是蔡万才先生一生的商道 大抵就是从他的牵手 蔡阳香薰嫁入蔡家那个时候开始 也就是说成家立业 时间吻合一致 蔡万才原来是台大法律系毕业 后来接受两个哥哥的建议 转入商界 他们兄弟几个从衡阳街 开始打拼 一路发展产物跟授血 一步步地把蔡家的家业做大 而蔡万才先生 这一路拼搏奋斗 过关斩将 他身边最有力的支柱 最坚强的守护 无疑的就是一直默默 陪在他身边的妻子 蔡阳香薰 让我们就从他们这一甲子的婚姻 开始说起 人家说伴侣嘛 他是我最好的伴侣 时间眨眼 蔡阳香薰的一段话 已经是十年前的流念 淡淡的 却是韩情迈迈的 谈起媒妁之言 神情沉静 仿佛当年在线 我以前都在我父亲身边做事 我学校毕业以后就在我父亲身边 因为他叫我只相差一岁 所以念诗啊 背景啊 这个年代的 等于是同个年代的 这个话题啊 都能够互相沟通 民国四十三年 照片中的蔡万才 还是台大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 戴着厚重眼镜 显得有些木讷 遇见清水来的大家闺秀 套一句现在的话 竟然立刻来电 有感觉 因为之前啊 人家说我七星 之前啊 我都在对你还是没有 没有多少这个接触嘛 所以当然一看的时候 非常紧张非常幸福 两个人约会的地方 蔡阳香薰配合着蔡万才 旧静选在衡阳路中山堂附近 邻近蔡家的事业基地 或许就是多了这一份的贴心 蔡万才认定非清不取 中山堂对面 右边一两家的店铺 叫曹峰 曹峰 这个曹峰咖啡店 这个曹峰咖啡店是 从日治时代就有了 所以非常有名的一家咖啡店 那个时候的人 有时候什么机会 也是听古丁音 欣赏古丁 流行那一种 我万一个 大概我能够做到 大概就是这个水准 音乐是两个人的共同喜好 所以十年前的《金婚酒宴》上 蔡万才也用一首歌 向亲朋好友宣告 牵了一甲子的手 一路走来 没有变过 音乐是两个人的家咖啡店 是两个人的家咖啡店 蔡文才跟蔡洋湘薰 算是早期的闪婚一族 约会了两次就订下婚约 还改了流行拍婚纱照 以前没有像这样的专业的婚纱店 有两个照相馆 这一路就有两个新材 没有去四川 没有这样复杂 没有随便做 那个时候这帽子要拿到手上 一边手就拿这个帽子 那高帽子 一边是拿这个白手套 这两个白手套拿在手里 还记得 两个人当年的婚礼 虽然不像十年前的结晶酒会 那次参加的宾客 都是台湾叫得出名号的人物 但在民国44年 台湾社会运动家杨兆佳 把女儿嫁给衡阳街的商骨 算是台北市内一等一的大事 我觉得总裁他的仗人杨兆佳先生 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 他对于他岳父当年怎么样去栽培 有才能的人 怎么样回馈社会这一端 我觉得对总裁有很深的影响 家庭安定蔡万才有了打天下的雄心壮志 成领了两个哥哥蔡万春跟蔡万玲的要求 民国五十年蔡万才贤命创办国泰产险 当时这个公司对外招募这个股本 大家还不敢接受这个事 我对这个不索的人 我拿钱让他去经营事业 我拿一下股票回家 这个观念还不被接受 蔡万才禅闲起家 隔年开办寿险累积实力 到了民国五十三年 跨足国际海运公司 民国五十四年 旗下的国安轮在琉球附近烧毁 三十六岁的蔡万才处理善后 果断 明快 降低损害冲击 绝对不拖泥带水 当时的这个总裁的判断非常紧确 他说 有一个旧船人家要卖出去 我们会买那些 能不能快点 以全培的方法 没有宗教信仰的蔡万才 办公室里还敬奉妈祖的神龛 就是国安轮事件后 留下来的礼数 海运公司的时候也常常出国 有时候过年的时候也要出去 这有点很难过 小孩子 要想带小孩子出去过年 有时候一通电报来说 在海外你船有出事 对不对 找保险公司找什么东西去解决 结果都放下来 小孩子都不能出去 带门口就又回来了 这样子 工作包山包海 身兼好几个事业板块的决策者 蔡万才把作为一个父亲 不能常常陪伴对子女的亏欠 转换成用产业发展 贯注台湾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 例如台湾第一部会说话的ATM 就是由蔡万才引进 光这部机器 已经改变了几个世代的生活 世华银行副总经理汪国华 和国泰产物董事长蔡万才 今天上午共同主持了 这部自动贵源机的启用典礼 这部机器的问世 被认为是银行业务 自动化的另一项新起步 当年ATM的启用 在台湾不仅是件大事 电视台还有专门介绍 自动贵源机该怎么用 什么叫做会说话的贵源机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先生 他如何取款 他首先拿出一张 已经设定了四位数密码的电脑卡 然后机器就开始和他说话了 事业上进入了新纪元 蔡万才却一直无法忘情 原本许下的终身执志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 在我们台湾的第一代的企业家里头 学历很高的 是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 这个在他那个年代里头 要进台湾大学很不容易 他最得意的时候 就是在竞选 61年的时候 这个是70年 70年的第三届 他70年 留外员当选 我觉得这个法律是蛮有意识的 法律是心脏敬意的一个 一个手段 我这个人是非常有敬意感 民国61年 蔡万才把只要我长大 填入新的歌词 当成自己的竞选歌曲 算是早一代 注重形象包装的参选人 高中同学杨灿辉 还保留着民国70年 蔡万才参选的宣传卡 这个蔡总裁 他当时因为没有加入国民党 所以他是以 这个无党籍的孙奋来参选 那参选过程当然很艰辛的 如果没有勇气 没有毅力的话 那当然要承受当时 这个各方面影响力 很大的执政党 国民党实在是很困难 立法院今天上午10点钟 先举行了一个欢迎茶会 对全体增额立法委员表示欢迎 茶会由院长逆文雅主持 所以到了立法院 觉得这个环境 好像不如自己想象的 简单的 是会随便讲话的 周围压力非常大 所以当时我是党外 我不是国民党 今天的宣誓典礼 由立法院院长逆文雅主持 监视的是大法官翁岳生 宣誓典礼 由立法委员汪竹毅代表宣读誓词 在黑压压的50个立委宣誓航务里 蔡范才并没有特别显眼 但是他自己怀抱的雄心壮志 自己知道 不会在立法院轻易埋没 这个立法院是 有替大众 有做事的这种成就感 对国家 替国家做事的这种成就感 是 你做失业 当然对社会也有贡献 但是大部分是对于 你自己的成就感 你自己的财富增加 还是自己的失业成功 这个成就感 建造立法委员的这个成就感 大概就不太一样 是 不太一样 祝你一定 今后就知道 各位父老 祝你姊妹 这个指示 来为大家来服务 来为国家 来贡献品 做人 就是这样 蔡文财先生他很重要是 我们一起推动 让农费的支票能够合法化 成论这个农费的支票 也是合法的一个支票的一部分 蔡文财积极推动农费票具合法化 但老天爷像是写好了一套对照的剧本 蔡家兄弟却也是因为民国74年石信案爆发 让原本交换持股的蔡氏家族决定厘清股权 兄弟各自登山 当时石信事件发生以后呢 那一些存款户他们就主张说蔡家债 蔡家还 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都是几房都分家了 十十年后是什么发生的时候呢 社会大众 他就无关你十十年还是国家 他就说那种工的就对了 工青双坑的 每天公司都去乱 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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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餐楼 去那里 就这么困心 国台什么不够忘记 改做富邦就是那时候改了 眼前位在衡阳路的合作金库 就是第十信用合作社的旧址 实行案后 蔡万才决心证明富邦 同时 因为家族其他成员的要求 民国78年 蔡万才初清手上国泰人寿股票 公司的这个民签 一样的话 也是会 被误会的时候 是 比方说 保险公司 国泰产物保险公司 国泰人寿保险公司 都是国泰 对 有些人 里面有就分的时候 他不分清白 找上你公司来 这一期 是命也是运 相较现在国泰人寿半百的股价 当年每股卖在1500到1800元的新台币高点 让蔡万才攒下200亿的富邦基金 股价高点 同样是蔡万才的新起点 蔡家虽然一分为三 却在台湾各站山头 二次大战结束后 台湾经济起飞 蔡家抓紧每一个机会顺势而起 这是台湾第一代企业家的典型 不管走的路多崎岖 眼光放远 未来自然开展 富邦集团究竟有多大 光看富邦金控2013年的全年营收数字 就有6798亿 蔡万才总裁一生的商道核心 无疑的是风险管理 这四个字 一步步的稳健踏实 小心翼翼 才能让他这一生 对社会对自己 永保一颗无愧之心 2011年富邦集团在台湾扎根半世纪 集团总裁蔡万才 切下生日蛋糕 两个儿子蔡明忠 蔡明星 一左一右 陪在身旁 富邦集团生日快乐 我们再一次做富邦集团 50周年生日快乐 回顾50年来 富邦情光发展的关键 我另外就是 情信勤勉 牵活 蔡万才曾在2009年 以及2012年 被富比世杂志评选为台湾首富 WTT的名号 连美国洛克菲勒家族都很好奇 To my surprise 因为在国外久 我听到这个WTT的名字 不是我们国人给我的 是洛克菲勒他们 是这个克林顿他们跟我讲的 但是我surprise就是 他并不是只是台湾一个企业家 他已经reach out 到了这个非常高层的 对他的重视 我们看到沿路 我们的同仁都紧身跟总裁 总裁不忍失忆 今天这个 出席的这个同事 这个人事实在太多了 照这个一千多走算了 大概将军 蔡万才领军的富邦集团 有国技能见度 在台湾 如果蔡万才的伤到 一生只是累积了财富 那么或许他缔造的遗产 只加惠自己的后代家族 但是爬梳蔡万才从商的脚步 似乎是意志力推动他不停跨度 在台湾打开不同的产业版图 从产贤起家 之后发展受险金融 新的产业时代飞速翻转 蔡万才再把触角 伸入电视 电信 甚至高铁 我几年前 就是算出身之独不畏乎 就去主导 甚至去主导了 这个台湾高铁联盟的抽策 等到这个真正赢了这个BOT的案子 真正要投资成立公司的时候 才发现说 其实我们保险公司资金的运用 是受到限制的 他自己拿了十几亿的 个人的金钱出来 毫不犹豫的 就投入这个高铁的刑件 做什么事要靠时间 要靠时间的理解 否则的话 你就变成爆发了 爆发就有爆跌的机会 赚大钱会有亏大钱的机会 我们总裁最常讲到一句话 就是说他用台湾话讲台湾人 不是吃较多的人吃较多 是吃较久的人吃较多 因为他是有感而发 有时候他看到有些人 有些犯罪啦 抢劫啦什么这个 他讲说你这些人 你这次就要好走 哪有可能 你脚踏失定 拆完财的话流露出经营理念 回头看2014年 闹得沸沸扬扬的食安风暴 在对照蔡万财的商道 不贪快 稳扎稳打 似乎更能凸显 他一步一脚印 行稳致远的原因 像现在闹得沸沸腾腾的 食安事件的这些什么 不就是这样吗 假如走正路少赚一点 没关系的话 哪一种事情发生 对不对 所以他的想法完全正面的 是一个正派的正面的想法 总裁他的精英的理念 背上他的运动的习惯 他就晓得尤其这个大的企业 你必须要很谨慎的 因为你是面对着整个社会 必须很谨慎的 每一步都不能走错 你晓得富邦集团 每年有一次 所有的干部都在一起开会 他老先生跑上去 他讲什么话 诸位 你们钱少赚一点 也没有关系 可是要走正路 做风险小的事情 不要走邪路 做风险大的事情 相交75年 老松国小的高等学校同学 福华饭店董事长 廖修忠 追议蔡万才 也等于回忆一个世代 一种风格 追议逝水流年 也等于感慨 一去不再有的一种态度 昭和时代的一辈 于公于私 重视品德 重视修身 日志时代的教育 留下来一辈子 为人处事的痕迹 准则 日志时代的修身课 其实跟台湾的生活与伦理课相近 就是应该做人要怎么做什么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课目 他说一个老年家 以前不是现在 以前是拉的 两个轮子的拉车 老年家拉很重 在爬坡的时候拉不动 学生赶快去推车 学生赶快去推车 他看了很多日本的历史 你记得 德川 加坑 都叫YES 他讲了一句话什么 人类一生 好像要跑非常长的路 但是九十九里 这是一百里 九十九里 就算一半 你不是要说九十九 我是满足的 不行 你这是一半的 日本教育影响蔡万才的为人处事 总裁 蔡万才 就是我杨上飞 我们班上有七位 叫做Saint 姓林 那是高中一大堂 历史也好 有的 那个时候我们班代表的英文 也会讲得非常流利的 艰困求学 更是锻炼了蔡万才日后 越挫越勇的意志力 在同学杨灿辉的毕业纪念册上 蔡万才曾留下这么一段话 一步一步走 时间这路是非常远 所以你要到最后的游关 对胜利的游关 就会跌倒的 但是这个要不断地努力 有奋斗 就流汗 在这里会去得到你 在建国南路富邦产显大楼十四楼 蔡万才的办公室里 放着两台荧幕 一台看盘 一台常常播放日本电视台的节目 一般人常解读日本人的严谨 在蔡万才身上同样清楚分明 你看你要看其他的什么 虽然理理好处 一句话非常使用 我觉得这句话的理事 明必记起词 用日文的 事实上蔡家的崛起 同样跟日本关系密不可分 蔡家的历史 就像是台湾经济发展的进程 蔡家原是苗栗竹南的辅老人 1933年移居台北 落脚 也就是现在的南机场附近 雜货店是 就是日本人要买东西的雜货店 专门买日本雜货 不是我们中国人是买 它吃的东西不一样 不一样 它是开这个雜货店 是像什么味噌啊 还有味噌 还有这个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大哥蔡万春 靠着独家研发的酱醋生意 让蔡家的杂货店 独占了在台日本人的市场 太平洋战争的奥斯大神发生 就打仗起来了 打仗起来 这个日本到台湾的船 都慢慢被军方征用去 去运送军队军火 这种日常生活品要到台湾来 就没有船会运 没有船运过到台湾来 这种日版头没有 没有啊 我们台湾这个土产的工厂 我们自己做的 日版你也开始用了 蔡家经济起飞 父亲蔡福安 在现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以东 买田地收租 累进了蔡家一定的丰厚实力 那个地方我们买田地 这个地方也比较多 因为这个地方 雨水比较充沛 种田比较好 不是这个田价比较好 田的价钱比较好 田的价钱比较好 这个新一路 就是新生南路 以前有一个水沟嘛 新生南路 以东 新生南路以东 这个田地就是比较贵 多雨的台北 成了蔡福安找田地的 重要依据 现在富邦集团 几个重要的基地 富邦金控 富邦产险 富邦文教基金会 都是延续着 大家长蔡福安当初的判断 坐落在仁爱路上 蔡完财的母亲早逝 可以说是由父亲 以及两个哥哥 一手带档 重视家庭的蔡完财 就读台大法律系的时候 还得同时看护中风的父亲 大学二年开始 三年 两年多 就是我在照顾 刚开始就是说 他还好 但是中风就是 慢慢慢慢会严重 不方便 所以我是大学二年级开始 我就跟我父亲的两个人 住在一起 所以我在照顾他 是 民国四十一年 蔡福安辞世 蔡完财为了办理丧事 大学四年级休学一年 而这一年 让原本立志当法官的蔡完财 在兄长的寿命下 开始了进入商界的起点 就是因为这一年时间 还剩下还蛮长的 我就到 到我自己家里 我们家里也在做墨浴做什么生意 我就去帮忙 做墨浴他都过外有私信的来往 这个还适合我做 随随日文的信什么东西 跟日本对日的墨浴比较多了 后来开始做这个以后 又做了这个事情又多了 事情又多了 香蕉的出口什么 工作得到我心上 所以后来四年级 我在乎学在经验的时候 就找不到时间到学校念书 当年蔡家以衡阳路 为发展的轴心 从杂货店到钱庄 甚至是小型旅馆 它是光复以后 在衡阳路 衡阳路日本人走到以后 在那边可能买一个布面还是什么 现在讲起来那个不算旅馆 很小很小的 当然也是旅馆没有错了 从日治时期到二战结束 蔡万才人生的起点开始于仇困 却定下了一生的根基 自小教育潜移默化的五十道精神 更影响日后经商处世哲学 诚实 客气 甚至是众如泰山的名誉 我一辈子做生意我没有亏钱 我没有亏过钱 我这个人不冒险 你不去做冒险的事情 大概就不大会有亏钱 礼记里面说 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实这正是蔡万才先生一生的写照 他大学的时候曾经为了料理父亲 后来处理丧葬后事 足足休学了一年 而交棒给大儿子蔡明忠 和儿子蔡明星的时候 更是嘱咐兄弟齐心不可分家 这边就是总裁平常他在办公室办公的地方 那他当然就在这张桌子里面 就是说他就处理一般我们给他的文件 看他的公文 富邦集团总裁蔡万才 管理的事业体庞大 但使用的办公室却出乎意料的精实 桌上的文具整整齐齐 一丝不苟的个性表露无遗 你看他在签字的时候 就是很谨慎 然后很认真 强且苍劲 然后写出来的字 是线条分明 然后字体端正 笔筒的铅笔长短不一 总得用尽才舍得丢弃 蔡万才凡事井井有条 说到为人品格 同样看重规矩 他放在第一位 在蔡万才办公椅正后方的是 林则徐实无意格言 短短时行看得出来 蔡万才的佣人和处事准则 全浓缩在这张纸卡上 所谓实无意就是 林则徐先生他在人生归让的十件事情 如果说你这事情 有犯了十个错误 那就是没有意义的 家庭是蔡万才 人生运转的核心原动力 人生轨迹从家庭合照 有机可循 其中他就有特别强调 不孝父母奉神无意 然后兄弟不合交友无意 他这两句跟我讲了四次 蔡万才相信家和万事兴 所以每个礼拜一中午 是蔡万才最享受的时光 他们父子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他们说什么固定 每个礼拜都会用餐的地方 就是这张桌子 那总裁都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两个董事长就坐在 分别坐这个位置 和儿子聊天 是蔡万才长久以来刻意养成的习惯 从蔡明忠 蔡明星 两个人小时候 蔡万才开始有计划的栽培接班 我记得我父亲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跟我们讲公司的事情 可能我们还在小学高年级或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 比如说公司有些重大的决策或变化 他回来都会跟我们聊一聊 台湾俗语说 生意惊拍棋 蔡万才对两个儿子期望高 所以转换在教育上 不仅严格而且高标准 譬如说我考大学 填志愿 那一般我想现在 父母亲也会关心一下 我们填完有种是要去跟父母亲 商量一下说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那个时候当然填 都是还是从台大这样填下来 我父亲大概看完台大 我父亲本身也是台大毕业 他就说 下面不必看 总共有一万四千多名 在整个大宗 大宗 从家庭教育到大学教育 一切的一切 蔡万才要两个儿子 从小做好准备 等待富邦开疆辟土的那天 设立银行的自由化 当时也是他重要的一个推动的政策 在后来在王健全先生担论部长的时候 那么终于把这个案来加以通过 所以民国八十年 蔡万才准备筹办富邦银行 隔年把国泰产物保险更名为富邦产物保险 富邦元年的起跑线化在民国八十一年 因为大家当时想是说 国泰这个名字是响叮当的 大家都认识 那你现在改了一个名字改了富邦以后 富邦是一个新的一个品牌 大家可能不认识 会不会影响客户 影响业绩 甚至影响客户的一些不当的联想 当时蔡明忠和蔡明星两个人 在集团里蹲马步已经超过十年 早已各就各位 等待名腔起跑 全力冲刺 在1991年 他亲自主导的一个 富邦企业改造工程 这个工程是让富邦集团 后来有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面貌 也让整个富邦集团的业务 可以快速的一个发展 平常极少在公共场所露面的企业家蔡婉财 最近新天的头衔是银行董事长 富邦就在80年初 政府开放国内民营银行时期 顺利顺利拿到执照 蔡婉财逐步地将公司交棒给两个儿子 自己重新定位成都军的角色 总裁两个儿子而已 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很友好 他说什么都要在听 都什么事情 大条件事 他要确定 总裁也没有答应 也没有办法去做 长大以后跟着他做事情 当然他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 我常讲说 以前就觉得说 他对我们小孩子跟他做事 尤其是我跟我弟弟 其实他对其他的同事也是一样 几乎要求非常严厉 讲得比较过分一点 甚至于说感觉说他对我们只有苛责 因为我一辈子做生意 我没有亏钱 我没有亏过钱 我这个人不冒险 你不去做冒险的事情 大概就不大会有亏钱的这个机会 事实上民国87年 台湾爆发本土型金融风暴 因为蔡明忠兄弟误采地雷骨 富邦也曾跌了一跤 当时报纸曾经推算 富邦可能缴了进半资本额的学费 蔡万才当机立断 决定找个有经验的人 辅佐兄弟更上轨道 前央行副总裁于正 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他一句没跟我讲他希望到什么目标 我就知道他强烈的希望 我能够把这个银行做好 余正加入后 第一个大型并购案 就是在民国91年 标下台北市政府所拥有的台北银行股权 这是富邦金控壮大最重要的一步 除了国内和国际间银行的并购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 富邦人寿反而能在危机入市 以6亿美元并购ING安泰人寿 迎头赶上原先同样由蔡万才创办的国泰人寿 成功不是偶然 而是蔡万才在工作岗位上 静静业业的经验累积 向他最常挂在嘴边的 就是提醒员工千万不要短视经历 所以那个赚钱都能够行归打击 心安理睿的这样子赚钱 他亏大钱的机会很少 你一夜之间赚了很多钱 你一定一夜之间亏很多钱的机会 也是跟在后面会来 富邦蔡家父子三人 不仅是台大的学长学弟 更是事业上的好伙伴 富子齐心打下的江山 像是用砖砌成的堡垒 日益壮大 富邦的历史不单只是一本叫战守则 还有蔡万才最注重的 做人的态度 做事的道理 我最深的一个遗憾 应该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跟他说我爱你 人生有在世还死出来了 我还管你做富邦的老兵 欠网质网我还管他 一代银行家转身羡慕 高山洋指尽兴行指 蔡万才先生 留给周边的人最怀念的 绝对不只是他经营上的成就 更是他待人公正 诚恳厚实的风范 相信我们在这个14年 今年也应该能够拿到第一名 这个是我最大的希望 2013年富邦集团总裁蔡万才 在现年会的舞台上 对着台下三万名员工 由衷说出对集团营收最大的盼望 能够得到广大客户的信赖 你这个银行才能做得起来 没有客户的信赖 银行就很难做 银行业只有靠信赖两个字 人家钱才会存在你这里 而数字反映了蔡万才的期盼 富邦53年的历史 蔡万才把一家原本只有 十个人的小公司 发展成资产五兆2068亿元的 大集团 只是遗憾 蔡万才苦评实听写下的记录 在今年10月5日 他个人再无法延续 所以那一天 我到富邦人寿 去我一个公寄的那种 公寿我刚才奥冬来 跟我说 我想本来就要说 奥冬要结了 公不得出来 仿好我自己 蔡万才走得突然 员工老振友 回想起往日的互动 个个红了眼眶 这个企业的巨人 在寻常的生活中 只是员工想清静 请义的长辈 10月5号听到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想应该 所有人跟我的想象 都是不可思议 因为他平常身体蛮好的 如果我会知道 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碰面 那么也许 很多关心的话 你可能更容易说出来 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你最后一次 跟他见面 我会就想到说 以后再没有这个机会 来看到他 然后呢 也没有 再没有机会 跟他一起去吃拉面 对不起 这是蔡万才的魅力 有大老板的态度 不怒而微 却没有大老板的架子 像冬天的太阳 温暖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清静 我们每天 如果天气许可的话 都会从家里那边 这样走走走 走到我们公司这边来上班 然后从这里 然后我们会从这里进大门 从家里到公司 短短不到一公里的路程 却是蔡万才体验生活 关心公共事务的体现 我们总裁的个性 像有时候看到 路没有铺平 他就会说 我很生气说 这个工程品质不好 应该要跟有关单位反应一下 然后就会跟我讲说 你去帮我查个电话 等一下我要打电话 跟他们反应 通常我把电话查好之后 交给总裁 总裁就很快就会打电话去 一定会打 一定会打 他一定会打 法律人的体质没有变过 转换在带领企业上 条条框框 各司其职 才能推动三万人的公司 一直前进 我们有五年都达到 这个合力第一名 但是事情是在这个很顺利的时候 往往有你意想不到的这种风险潜在 因此在顺利得益的时候 我们这个风险管理要更加要加强 蔡文财强调的风险管理 是富邦集团最重要的DNA 所以2014年富邦这艘大船航行在平津无波的海面上 当船长突然的离去 平日的耳提面命 让所谓的群龙恐武手的危机瞬间平息 两个儿子可以马上代位接班 他自己觉得 他一脉相传下来 他的子孙辈 每个都非常优秀 只要跟朋友提到自己的儿子 自己孙子的时候 笑得最开心 世宜 他往生我是很胜心 真正的 讲得很胜 我想说 阿伯我又年轻后再世 又死出来 我还管你做富邦的老兵 我最深的一个遗憾应该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跟他说 我爱你 所以我怀念他 我想的都是他 对这个社会 对家人 对朋友 对同事 对他周遭一切 就这个爱 富邦的将军转身 来不及道别 留给后辈的 十八十六载的 一言一行 一步一脚印 慢慢生根的风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我爱你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